剛剛check room 又有人想問一下你 關於之前說他上樓梯膝蓋就痛了 問完博士你之後就說每天拍腳20分鐘 現在就好了很多了 他喝了我們的水 教他怎樣喝水 他就問到每天做20分鐘會不會過多呢 這個第一就不會過多 你不用拼命的力 為什麼要拍他和那個平手的甩手工 又說一些秘密大家忘記了 因為那些人出生都忘記了很多事情 剛才我說那個七歲變一變 七日變一變 人一出生無論你男女 手掌就向上挖 隻腳兩邊撐 知道嗎 有沒有記憶啊 有啊 寶寶仔 他手動 但他手指弓不開的 剛才我所說的內功 他手指弓在裏面這隻不出來的 剛才我所說的內功 就是你的帽子按中間 就是那個是寶寶仔動作 但他寶寶仔的手指弓這樣 他是找東西的 就是這樣撐的 因為他一路成長 他要撐腳才可以發育的 現在我教他們練那個平手的甩手工 還有這個拍腳 就是希望你這個年紀 你開回你寶寶仔時那個制的功能 所以你那個活力就來了 就是再走一次希望 拿回你原始的功能 就是你發育那個功能的制來的 但是那些人不知道的嘛 因為你很少人記到三歲前的東西 當然啊 當然 何況你記回你 昨天都可能不記得 你記回你每月的時候那些東西 是 所以大家網友 就要很科學 看我教你們的方法 我是一個非常超科學的人 如果我沒有實踐過 我沒有證明過 沒有根據的東西 我是不說的 這個不是國貿人來的作風 因為當年我挑戰到我師父 被同門兄弟說我欺師滅祖啊 大哥 你考驗自己 我問我師父 我師父在病床 我問他 我問他 你手指按一下這些東西 就點紅點綠而已 我說其實那個人一走進來 你已經知道的 你這件事在他整股做怪 大家要算一下 其實他一走進來 你已經知道 我師父當頭不敢出聲 有感應 我說是不是 師父 他不敢回答我 那個人 你隨便看他 已經自己心中有數 你還摘加伊 算一算 點紅點綠 他都不敢回答 所以那些同門兄弟 那些兄弟就不喜歡我的 我專門搞踢爆的 我踢爆中年版 又踢爆那個 踢爆那個 因為我是科學家 所以我研究的人體 是很微細的 我都研究的 因為你一定要研究 拆通了 你才知道怎樣修復他 你不可以斷估 四兩檔一斤 對自己也不公道 所以我教練看了 你喝點漂亮的水 弄個浴泉水喝 你所費無幾 你每年買些毛泥頭手袋 買些換些電話 搞來搞去 整個車 都不見幾萬 你用一萬幾千 保障自己也不捨得的 耶穌救救 最佳投資 現在你要告自己 你不捨得 這個天下第一 low wisdom 這個是完全沒有智慧的行為 你搞些無謂的事情 都可以花錢 共同一銀子 是一種一種的 不滿 시청аю 做要ป Rahmen一imdi 你不這麼多 你不捨得 你是 Curtur 你不捨得